我們台東啊 就是我們的東海岸 現在面臨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就是 花東的一個東發條例 就是我們的立法院 也許很快就會 通過一個叫東發條例 那這個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說 長久以來我們的國家都不願意 把土地還給原住民 可是會對財團非常 非常非常的友善 也就是說 譬如說三元灣河 有經過 就是有去台東門 可是應該知道在三元灣裡面 有蓋了一個飯店 這個財團是我們縣政府 歡迎他來投資的財團 於是他就把這個海灣 這個海灣是我們台灣狹長 一百多公里 唯一一個沙灘適合 就是小孩子來游泳的地方 他租給這個財團 五十年 一月只要三萬多塊 也就是說東發條例會讓這樣子的案例 在我們花蓮跟台東 越來越容易 越來越容易 就是你可以不用那麼嚴格的土地法 那個土地法也就是說 你本來是農地 你就永遠是農地 除非你有適當的開發條例 讓你這個農地變成建地 甚至於是商業用地 之類的啊 就是說這個 這個條例讓我們很擔憂 我已經忘記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了 也就是說 那在我們台東當然就 比如說我們縣長會覺得說 蓋飯店很好啊 因為會有工作機會 假設一個大飯店有兩百個工作機會 也假設這一百個是給族人的 那你認為總經理會是誰 胡農族 是的 也就是說 在這個結構上呢 我們還是 還是就是 比較勞動的嘛 也就是說 雖然你很會游泳 雖然你對海很熟練 可是 你很難到一個管理階級 也不是說管理階級就很怎樣 就是 也不見得原住民都很喜歡當管理階級的人 只是說 我們需要的工作機會不只兩千個 也就是說 你蓋十個大飯店也才兩千個工作機會 我們不只 我們要的工作機會是要更多的 最好每個人都可以當老闆 最好有更永續的產業可以在台東 一直推動這樣 在世界各地都研發 現在這種 這樣的時代 對不對 如果真的